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一个国家出逃的国民超过200万人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委内瑞拉 在8月份举行了总统大选 被质疑选举舞弊 但是政府仍然宣布总统马多洛赢得连任 他新任期一开始就开始速摊 所谓速摊就是肃清 质疑过选举的人 超过2000人被捕 反对党的支持者为了躲避 继续遭到迫害开始出逃 导致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 因为这样的出逃人潮暴增 邻国哥伦比亚收容了将近300万 美国的移民 而美国承诺会资助哥伦比亚收留 马多洛从2013年上任以来 已经造成800万同胞出逃 那么全国人口将近四分之一都逃跑了 预计今年对于委内瑞拉的人道支出 上看超过6亿美金 委内瑞拉上月初举行总统大选 委国中选会宣布总统马杜洛获得过半选票当选 却没有提出任何得票数据佐证 选举公正性遭海内外强烈质疑 上周二最高法院认证马杜洛的正当性 显然连司法体系都被当局操控 马杜洛新任期开始 第一件事就是肃清质疑选举结果的人 他透过政府内阁改组 任命强硬派前军事将领卡维略为内政部长 接管全国警力 卡维略誓言扫荡所有反政府势力 今年初大批委内瑞拉年轻人走上街头 支持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公萨雷斯 并为他积极拉票 他们相信公萨雷斯会赢得胜利 国家将会改变 但没想到马杜洛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偷走选举 年轻支持者不只希望破灭 现在还得逃亡 公萨雷斯支持者在选后 到各个票所搜集计票结果 计算出公萨雷斯获得超过六成选票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成了政府指控犯罪的证据 选举专家认为反对党公布的得票数 在数学和统计学上都与开票结果吻合 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 都承认公萨雷斯是合法的当选人 马杜洛下令逮捕质疑选举的人 至少两千人被捕 许多人选后逃到临近国家 不少反对党异议人士也遭到迫害 分别逃到哥伦比亚 厄瓜多和美国寻求庇护 为什么这些议题必须保存在民众 美国大选前民调三分之一的民众表示 马杜洛若是连任 他们就要移民其他国家 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潮在选后暴增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 周一到访哥伦比亚 承诺会提供资源给各国融流移民 委内瑞拉人持续外逃 已经有将近三百万人涌入哥伦比亚 秘鲁也收容了一百五十万委内瑞拉人 这对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街头卖咖啡为生 联合国统计 秘鲁首都利马就有至少一百一十万委内瑞拉移民 马杜洛自2013年上任以来 由将近八百万人逃离委内瑞拉 占全国人口近四分之一 其中六百五十万人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为当地带来庞大的收容和医疗负担 全球约有一百万委内瑞拉人申请庇护 二十三万人被视为难民 估计今年委内瑞拉的人道财政支出 将上看六点五亿美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